所以基本上回到我们的路线来讲 郭台铭也要整合进来 包括我们的白色力量说的 在大联盟都要整合进来 不然说真的 现在的民调 三咖嘟 四咖嘟 有哪份民调是可以赢的吗 那郭董事长 没几分赢的 没几分赢的嘛 郭董事长你这样残算 你这样12% 13% 也是很难看的 你残算每天也没得到嘛 所以基本上这是 我觉得连胜文副主席 他反映基层的焦虑 他反映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 你四年前有按照流程走完的程序 有没有翻桌 还是翻桌 那这一次你要讲说 517前面没有照你的程序走 事实上从3月开始也充分告诉你 县长立委跟立委参选人跟民调 都是照整个流程走 也给你30天的充斥期了嘛 那现在又要翻桌 那你对于国民党的诚信在哪 第一个 第二个 你517在侯市长宣布参选的时候 你在脸书写说 我要全力支持侯市长 请问这篇脸书现在要隐藏起来吗 还是要去改文字吗 不可能嘛 这篇还在嘛 还在嘛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诚信的问题 是郭董事长他无可回避的责任 所以我说今天谢鼎林议长他宣布这件事情 如果接下来还有任何像这些议员讲的有骨牌效应 我说真的这就是等于泪宣战 可是目前还没有看到骨牌第二张倒下嘛 所以我觉得这我们党内不用去点五个 您头已经两张了呢 有一张是和胜丰嘛 现在这张是彰化了谢鼎林 对 但是他们讲说接下来还有五六个 我真的觉得不用去点那些 因为还没有倒下就不要先点人家 人家本来没有要倒下你点完之后 可能已经起起了啦 趕快去投起来好不好 投起来就好 再调整一下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真的不要讲说骨牌效应的那个层次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呢谢鼎林议长 他目前就是觉得就是说 他未来要做一些事情比较自在嘛 他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开杂他嘛 不用你搅拌手啦 不用搅拌手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子 你要去针对未来的某一些从政同志开杂的话 我认为那个骨牌才真的会倒下 现在还不会倒下 你push too hard 那个骨牌就开始倒了 别逼太安 别逼太安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毕竟郭总是这样 他还没宣布要参与总统 你就别逼太安